賴董事長 不但從自己的做起 而且公正憐憫 他在農會非常受到精重 他不但公正憐憫 受到大家一致的精重和好評 最重要他有經營傳台 過去台中市農會是虧損的 在賴董事長的努力之下 他上任董事是歷年 就轉歸為一 從此以後讓我們台中市農會 有很好的發展 所以所有的農友 農會都對他非常的尊敬 那可是呢 很可惜昨天發生這樣的車禍 那我們的控制室友 同時呢 我們農業界也巨大的損失 那因為他現在在任我們 台中市火菜公司的農事長 所以我們台中市政府 跟火菜公司會全地協助 至喪 那同時呢 我們也會拿透過我們的方式 對他的家屬來慰問 我們感到非常的心痛 這次是控制室友 這次是控制室友 我們感到非常的心痛